今天是10月18號 也是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71歲的生日 鴻海科技日就選在這一天登場了 就是一口氣曝光了三款新車 而這其中就包括了郭董 他搭乘的這一台叫做Model 1 這一台其實是走高端頂規路線 所以它的0百公里加速度 是來到2.8秒 這個概念其實Model 3 Tesla的Model 3 現在也才3.3秒而已 所以是等於直接擊敗了Tesla的Model 3 馬力是來到了750匹 不過現場還有另一款 更讓人驚豔的是一個平價的電動車 就是您另外一邊看到的 這個白色的休旅車SUV 它是Model C 這個0百加速是3.8秒 但是售價是百萬台幣以內 而在今天更驚豔的是 這鴻海郭台銘董事長 他親自駕駛的這一台車亮相了 親自開著電動車緩緩進場 這一刻等了好久 鴻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多年的電動車大夢成真了 郭董走下車現場想起生日快樂歌 因為10月18這一天 更是郭台銘71歲大壽 格外值得紀念 今天就我個人而言 是我這一輩子71歲以來收到最好的生日禮物 他展現了台灣整體的工業實力 這回鴻海巧思十足 除了科技日刻意選在郭台銘生日 活動還特別要在10點18分開始 以表面時間來看 石鑑和紛爭還剛好變成了一個笑臉 象徵了鴻海電動車起乘的好兆頭 一口氣祭出三款生日禮 除了郭台銘駕駛的Model E 還有C級日休旅車和Model T電動巴士 鴻海連續兩年在科技日大秀電動車肌肉 去年才亮相MIH底盤 不到一年時間就把實車給造了出來 鴻海的定位 底盤以及幫客戶做IDM MIS的Member 他都可以一起來參與這個生意的機會 這回三款車是參考原型車 也就是客戶有意願就可以採用並且量產 但也可以按照需求更改設計 彈性相當高 日龍集團的納智傑和中華將會成為首發客戶 最快明年就能益助營收 2023年將有更大貢獻 不只硬體到位 鴻海宣布要成立軟體研發中心 三年內要招募千名以上的軟體研發工程師 從參名構思 外型設計到電池設計 到機構工程 到電電系統 到操控內裝系統 到操控系統 從手機到電動車 鴻海這回轉舵 順著電動車風 但汽車製造畢竟是大業 鴻海說台灣製造運到世界機率是零 當地製造共用設計才能鎖短時程降低成本 這回鐵了心擺脫代工稱號 要帶領台灣產業打響價值 向外拓展影響力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